欢迎订阅 福岡的第二集来啦 那这次呢会跟大家一起去一个很治愈的猫咪小岛 还有福岡的热门景点太宰府半日游 跟我一起去拜拜学问之神吃当地的特色甜点梅之饼 那除此之外呢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觉得很适合慢慢逛的药院杂货小街区 来到福岡的第二天我起了一个大早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要搭乘JR转巴士在人轮渡 前往这次旅行我很期待的目的地 也是被CNN评为世界五大猫岛之一的向导 今天天气超级好 但是我这边还没有看到很多猫猫 前面那边刚下船的地方就有人去 但是人有点太多了 喵喵 我今天还特地买了一个猫猫面包 因为岛上这边呢应该是有一个食堂 但是我不想吃那么多吧 就带了一个这个猫猫 但是我好怕这边有很多老鹰会下来抢我的面包 大家来几个带水 这个天真的是热死了 那向导呢其实是一个小小岛 就环岛一周的话也只要两到三个小时 然后你可以在岛上租单车代替步行 那岛上的猫猫呢真的是各式各样 有我很喜欢的小橘猫 还有眼神很犀利的这位 也有脾气蛮臭的小花猫 不过都挺可爱的 虽然那天真的是超级无敌热 但是我真的软得很开心 因为基本上每一只猫咪都很乖 然后也不怕人 在打呼耶 整个小岛呢也很安静 除了游客呢就是遍地的猫猫 还有神奇的物种 比如这个我叫不上来名字的鸟 反正就很不像在现实世界的感觉 那来到这里呢 你是可以给猫猫头喂猫粮的 但是要用盘子 这样就不会弄脏地面了 那我在拍照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岛名奶奶 她从家里走出来 就跟我们介绍每一只猫咪的名字 比如这只叫小花 然后那只叫小咪 反正就是有一种把岛上猫咪都当成 自家小孩的那个感觉 那大家来的时候呢 也记得看好这个轮渡船的时刻表 因为班次相隔还挺久的 那我只预留了半天给向导 所以在岛上完了 大概一个小时就回去了 感觉还是比较匆忙的 但是因为确实也是太热了 有点顶不住 如果秋天来的话 我觉得应该会更加惬意 跟舒服一些 回到福岗市区的下午 我就安排了在药院站这一个区域逛逛吃吃 因为这边有很多可爱的杂货店 那来到的第一家呢 就是这个 Kulasu Kodo的日式小餐厅 那我觉得他们比较偏简餐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家的布丁造型 真的非常超级可爱 那他们家呢其实是一个复合店 在餐厅这一层呢 还有一块书籍的区域 那楼上呢就是一个生活杂货区 都是一些很精致啊 很可爱的小餐具 或者说其他的小东西 偶尔也会有一些这种 pop up的小展览 就很适合你在二楼吃完饭之后呢 到三楼来逛一下 那从这家小餐厅走出来 过一条马路呢 就是令家很有职人感觉的 起司蛋糕店 整个店只有老板一个人 所以就出餐比较慢 但是他主打的呢就是手冲咖啡跟起司蛋糕 我觉得欣赏制作的过程乐趣 要比食物来的更加享受一点 刚刚那个cheese cake 我觉得还可以 就是没有到一定要去打卡的程度 而且那个店里面放的都是圣格 我觉得那个店主应该是有一点信仰在的 然后现在去这个high tide的文具店 在药院站附近呢集合了很多生活杂货类的小店 就很适合大家吃完饭之后过来逛一下消食 那像比较有名的这个BBB Portis的话是有两层 那如果逛累了的话呢 附近还有一家米其林一星厨师 担任兼修的热门霜冰淇淋店 很推荐大家来试试看 那我逛的这几家小店呢 我都有放在我的旅行攻略里 其中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一家 就除了他们的选品都很是我的风格之外呢 也有很多漂亮的小餐具啊和盘子 推荐大家路过的时候呢也可以进来看一下 早安各位今天天气也很熟 然后今天早上我要去吃那个博多站附近的一家 很有名的面包店 因为昨天我去的时候 买队太多人了我怕赶不上 就吃这不就不够吃 现在是10点钟 今天也是大排长龙 现在是10点17 然后已经排到这个镇 虽然排了大概快有半个小时吧 但吃到嘴里的那一颗感觉真的是值得了 就是每一个都好好吃 我本来只想选三个的 结果太炎话缭乱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拿了五个 好今天大概就是太宰府一日游 现在再去这个太宰府客场 下午就会稍微撞一下 后面就回去啊 从福岡市区到太宰府 大约是一个小时以内的车程 据说太宰府天满宫的主祭神尖元道真 是一位文人和学者也就是学问之神 所以很多学生会来这里祈求学业进步啊 或者说考试合格 那在太宰府的站内呢 大家不妨找一下这个纪念章可以盖 那在站口的观光案内所呢 也有很多可爱的橡皮章可以修起 做了硬张狂摸的我当然不会错过啦 哇 今天超级柔 我觉得这边它跟穿越有一条 有一点像一种旧式的小街道 这边也有一个名字的店 好可爱喔 那通往天满宫的餐道上呢 也有很多小店 因为尖元道真很喜欢梅花 所以太宰府有种很多梅花树 然后小店里面有很多梅花相关的纪念品 还有这里的特色甜点梅枝饼 不过它里面的馅料呢 其实不是梅子而是红豆 然后外面就裹了一层糯米粉 它这里面是红豆馅的 另外我还想私心推一家这个小店 因为我完全没想到 会在这个旅游景点里面逛到一家 这么合胃口的小杂货店 里面有外一些很漂亮的餐具 关键是价格很公道 这边很多人在排队摸牛 因为说摸了牛 我听说学习成绩就会变好 这边有一只不用排队的牛牛 这样摸一下就说会变聪明 你说是吗 是吗 末荸还不错捏 这个回程的车上还有一个帐篷 又到了美食推荐环节 那从太宰府回到福岡社区呢 我就随机找了一家烧鸟店 结果出乎我意料的好吃 而且价格很合理 不管是肉类还是海鲜 都很让人印象深刻 那吃完饭呢 我还发现了附近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主题店 叫Alice on Wednesday 然后它把这个门洞也做成了钥匙的形状 感觉就是好像掉进了那个兔子洞里 还有不注意的话 可能都没有办法发现的小门 然后里面卖的呢 也都是很多爱丽丝相关的周边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那在福岗的第二第三天 大概就是这样的行程啦 那离开的那天早上呢 我又去了另一家面包店 它其实是Dakomeka的那家姐妹店吧 所以面包种类其实差不太多 总之就是接受了碳水的洗礼 让我对福岗这个城市的好感又增加了很多 那希望我的行程安排 有给大家提供一定的参考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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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orry for who you are